哪怕是一见钟情的情侣 相处时也是循序渐进的 什么时候才能分支同一份餐点 跟对方的家人见面 这些琐碎的问题让很多情侣非常苦恼 国外网站进行了一项有趣的调查 邻君多长时间才能在彼此面前做这些事 快来看看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有没有落后进度呢 十星向下三角认识四个月可以分享同一份食物 十星向下三角交往四个月可以认识双方的朋友 十星向下三角交往五个月能在对方面前坦然露出素颜 十星向下三角交往六个月能将牙刷留在对方家中 十星向下三角九个月时能够分享串流媒体的账号 十星向下三角十二个月可以保留对方家的钥匙 十星向下三角十二个月就能不特意除毛了 十星向下三角十二个月就不用为了运会特意装扮自己 十星向下三角十二个月可以看对方的手机 十星向下三角十五个月可以一起变胖 十星向下三角对于前几件事 男女的进度基本一致 但一般来说女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达到恋爱中的新境界 即情侣交往半年左右比较适合见对方的家长 交往九个月后才能一起度假 这之后女生会在恋爱中放慢脚步 可能会跟男生的步调不太一致 比如女生要交往十七个月才能跟另一半同居 但男人只需要十五个月就好 女生往往觉得交往二十二个月才适合订婚 男生只需要十九个月 女生认为交往两年零九个月才适合结婚 男人觉得两年零五个月就够了 男女双方不仅恋爱进度不太一致 就连讨厌另一半的行为也不同 比如男生最讨厌伴侣说谎 百分之五十 与唠叨百分之四十六 女生最讨厌伴侣说谎 百分之六十二 忽略百分之四十四 与太爱出门 百分之四十二 希望这份恋爱进度推进表 对大家有帮助吧 Till的